膚質的保養是女性最重視的問題 平常在化妝品的刺激底下 該如何養出好膚質 藝人愛麗絲近年 鮮少出現在螢光幕前 其實她旅居法國創業 精心鑽研保養功課 還在英國近期舉辦的 世界全球美妝大賞中 打敗各國共670件的競爭產品 獲得最佳天然植萃面膜冠军金獎 裡面的這個添加的 有機大麻士格的玫瑰 它是經過這個歐盟エコ色的認證 光是這一點已經就做到了 一個綠色環保永續 第二點是因為我們使用的這個膜布 是這個天然的植物的纖維 那這個纖維呢 其實在使用完之後 它會自動的分解 也就是說它不會一直 遺留在這個世界上 造成就是說這個環境的污染 得獎後的愛麗絲至今仍惊喜萬分 台灣MIT產品在世界展露頭角 加上綠色環保概念當道 天然有機純素污染的產品 更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因為畢竟它是沒有酒精 然後也沒有人工那些的 所以對於敏感肌那些的 很多人會用 裡面的成分跟香氣都是天然的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有敏感肌 所以我在選擇成分上面 就是比較要求 那有機的成分會讓我覺得很安心 成為台灣界保養之光 也讓愛麗絲對於經營自己的 事業版圖更有自信 三新聞精神神戶她報導